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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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来费去 就那么三个字 有什么好费呢 那现在会费了吗 费给我听一听啊 人之初 信不善 狗不学 阳不念 这就是三字经啊 逗你玩呢 其实我能费到第十句 是 阳不教 父之舵 教不言 师之舵 是啊 你也会啊 下面呢 你为什么费不费啊 我费在这我就来气 人家三字经上都说了 我不爱学习的毛病 不能怪我 我爹是那养不教 老师呢 是那教不言 都怪他们 所以我一背到这儿 我就不想再往下背了 既然你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 那你这个举人 是怎么考上去的呢 那就问我爹呗 家里有钱 我爹又舍得花钱呗 附台大人呐 陈老板你早啊 附台大人 您可是草民想请都请不来的客人 里边请 这不是不请自来了嘛 你上回送我那幅画 我还没来得及答谢你呢 只要大人喜欢 草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喜欢 我当然喜欢啊 尤其喜欢那画种里边的那个 这位是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做丝绸生意的 是从苏州来的 还想请程老板 多关照关照 那位客厅里请 里边请 里边请 请吧 副台大人哪 快走 背书去 快 程老板 也是这样的 权子不才 连续两次相识都未中 家人是忧心如焚 权子也是寻死觅活的 我实在是没有了主见 便来找张大人商量 可张大人说 贵公子今年相识刚刚高中 他又说 贵公子平时对学业抓得并不很紧 可是却一举荣登榜首第七 所以在下 特意前来拜见程老板 请程老板 把重举的诀窍 不吝刺 其实这个很容易 只要你把银子 程老板哪 你儿子的那点事情 本院心里是一清二楚啊 你说 你为什么送本院那朵花 不是明明白白啊 李老板是我朋友 有什么话别瞒着他 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就全当我不在这儿 我什么都没听见 这个耳朵进去 那个耳朵出去 好 那我就给李老板直说了 直说直说 随着イヤ 通知 你怎么想要 遇见他 你怎 Vegeta 他尿豆 对不对 那您意思了多少呢 不好讲不好讲 这事只要心知肚明就行了嘛 您要不把您意思说出来 我这边该怎么意思呢 这样 既然您是府台大人的朋友 我就不把您当外人了 下次相识 李老板想办法提前把贵子 转到江宁来报名 到时候只要你够意思 我保你儿子一举高中 一言为定 绝不失言 陈老板 我还是不放心呢 您真的能把这事办成吗 若是您去意思 那些考官会不会不好意思呢 你放心 江宁城有一个人手眼通天 到时候只要李老板够意思 保证意思到事情成 这人是谁啊 我能不能见见他 何必太着急呢 反正下次相识是三年以后 到时候李老板要是真一想走这个关系 直接来找我就是了吗 鬼公子今年相识 看来就是走到这个人的门路 你看 府台大人在那儿坐着 有些话您让我怎么说呢 咱们还是含戏一点好嘛 有些话说破喽 大家都没意思嘛 对对对对 我把意思这事给忘了 李老板 话我只能跟您说到这个份上了 说实在的 您要不是府台大人的朋友 今天有些话 我是绝对不会向您透实点的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怎么样 这门今儿是没白串吧 没有 绝对有收获 既然这样是不是该走了呀 到此 好吧 是该走的时候了 程老板啊 请留步 府台大人慢走 请留步 李老板 慢走慢走 二位慢走 程老板 李爷是您哪 刚才那二位是谁啊 哦 是府台张大人 哦 那一位呢 是府台张大人的朋友 苏州城做绸缎生意的李老板 李老板 那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嗨 那个李老板呢 也有个儿子科举未重 他是来向我询问其中的诀窍的 那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啊 只要他提前给主考大人一点意思 咱们就把这事给他办成喽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这回 我完了 出什么事了 你倒是快说啊 听说 警察大人要抽查我们新科举人 抽查不及格的 都要去砍头啊 有这事 千真万确 我刚才从外面回来 他们都这么说 那他们还说了什么 他们还说 警察大人是府台张大人的好朋友 所以这件事由张大人决定 抽查谁不抽查谁 而张大人又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亲戚武思贤 让他来掌这个生杀大权 姐啊 你跟那个武思贤不是挺近乎吗 你快跟他说说 千万别点我的名啊 这恐怕是道听途说 不足为信 这武思贤 并不是张大人的亲戚 何况张大人 也不会将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武公子的 那也难说呀 张大人对武公子十分器重 言听计从 而武公子从来看不上我 他总觉得 我就不是读书的料 没准啊 第一个点的就是我 姐啊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好吧 那我去问问武公子 不过 总去他家 好像不太好吧 那不要紧 我去把他请出来 那今天晚上 我就到秦淮酒楼等他 好 我这就去 你去问吧 我应该是 神经病 我去问武公子 你都在做了 这些人 谁知道 有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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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